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又來到谷草晚上的賽事,星期三 想跟大家聊聊頭場的賽事,五班千八米創司跑難 開跑時間是6.9,那天是跑9場的賽事 優惠馬最醒神,丁冠同馬放學,最要騎2,操133磅 這隻馬跑千八,不需要質疑,開季,開落日,用黃浩南 跟前少少酒都頂到第3番,四班 現在叫初落五班,這隻馬上季四班千八都是贏馬徒情 那你再數上季,都是呂建威扣那時候 潘頓,都是贏千八屠情,千八米一定會跑,不用想 那丁冠同馬上季四班,最近很多馬匹都一落頒馬上季 立即有表現給你看,好像之前那隻蝦餃燒賣那樣 我看過那些最醒神的神粗片,有一課,1月8日,他跟著一隻協奏曲的 那你見到這番部呢,都有力,狀態其實在這裏 其實隨時落班就準備動手了 那,我覺得這隻馬呢,都是要跟進的 不過唯獨要想一點的就是,這場預計步速是會偏慢一點 那,他如果可以二檔,手前一點點的位置 那這場馬呢,其實他都很大機會在這裏 那,所以我覺得這隻馬呢,是其中我選馬的範圍之一 二號馬馬主升輝,蘇維爾馬防田單騎,12檔,131磅 那這隻馬主升輝呢,我覺得狀態都一般的 雖然都是剛剛初落五班,這隻馬是四班過往是入Q上名的上櫃 那,跑馬的路程,這些途程,他就懂得跑的了 因為都叫做跑更跑縮 但這次的檔位比較差,12檔,那 那,預料他都應該難一點咳上前面有個位可以受得好,然後吹一段 那,剛剛講過了,這場馬步速偏慢的情況下 我覺得過去應該是不太理領的 那背著131,我覺得我比較邊線 所以這隻馬我就暫時沒有選出一個 3號馬旺旺旺布區 鵝兩馬放骨,平名薇,9擋和39磅 旺旺布區,連回跑馬地1650和1800,都有些動顯 上季季 quarter,兩月二十四號他的最後一場 跑1800 會理開,就是… 她眼前一點走 那,復出了,10月二十二號跑陷場1650 波就進去扥,跑過第三 這些馬真的偷走埋埋埋 跑得特別好 也有隔了一個月 這些馬用得勁就很難搞 表現就要再猜一下猜一下 五班一定有成績 有課交給你 而且今場暴衝不快 他很大機會可以自己放出來跑 他抽了九檔 如果能夠埋到難的話 他是十分好跑 贏我就覺得可能未必 但如果他捱到一隻坡士 我都覺得這隻馬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你要先兼顧著 小號馬達身訂造,方家法馬佛摩尼拉騎3檔幣19磅 看神操的馬力水都好像一般,狀態都是七八成 但這隻馬用到莫雷拉想騎 這隻馬初落兩場五班,騎下去都沒什麼跡的 騎一場1800、2200 一場就跟前一點走,最後是散的,陳家希那場 再用何澤堯那場就等前走,但最後都是散回來的 沿途守著前領的位置,但最後是散跑第九,力弱的 那2200你可能說他未必有這麼強力,但千百米應該沒問題 但這些馬如果買到太熱,我覺得就真的不值得 因為在谷草,他暫時還未交到一個好的成績出來 上季贏馬同程千百米是在沙田贏的,後來一段衝賞 那預料這隻馬,現在初段都一定會跟前一點走 但我覺得狀態還未好起,我當他埋著三四位 就要看騎師表現,是否真的可以把這隻馬七成的狀態發揮到100% 那這些真的純粹是跑騎師的,因為我覺得這隻馬質素狀態還未好 那我覺得這隻馬就倒不如說叫做再估望一下 雖然你說這些四班千百米入Q的,但在跑馬地的屠程 都還未有什麼功課交到出來,我覺得不而高估 上季是有在跑馬地1650入Q的,但你千百米還是未有表現你看到的 是實有分離在的,但是不是這場,連續兩場騎下去 五班都這麼失望,是不是這場立馬來大變身,我覺得未必 但是配腳我覺得可以要的 五號馬魯表繩,葉初魯馬,防止欣騎十一檔,128薄 魯表繩,落了五班,暫時還未有成績 好像都越跑越退,這些典型是升降機馬,五班升上四班 四班就有近的,但是上季跑完 長四班千百米之後,陸續都還未有什麼表現你看 那這場步速不快,這些要後追的馬,我暫時還未想到它 因為這些真的好跑制御的馬,這個制御不適合跑的話 其實它就真的隨時一動表現都沒有給你看 而且這隻馬的狀態都還未好,減少點分之後再跟進 這隻 六號馬很聰明,鄭俊偉馬防潘頓,7檔,127磅 那這些馬,勝在馬防有它,不用猜它的鬥志 雖然現在五班賽事,沒有那麼多場頭馬 但是鄭俊偉這些,有多少勝出都要拿盡 那這隻馬,看回狀態,莫雷拉接手兩次,一次跑第五 再對上一次,1650的入球,那2200明顯偏長一點 那莫雷拉千百跑,我覺得是十分適合的陶程 那莫雷拉換潘頓,潘頓都應該會落足兩前力去發揮這隻馬 那我覺得這隻馬都是,可能可以選的一隻馬之一 因為這隻馬始終都是,留住在中間,入到直路才跟你衝一段 那它都有它的威力在那裡,而且它背1,27 和旺旺寶區也好,最醒神也好,都還有分岔在那裡 那我覺得都應該會有些表現看看 那我覺得這隻馬你也要先選擇 七號馬,漢文飛彈,賀爾馬防防,星期八檔,127磅 漢文飛彈呢,上場是一個不太有利的形勢底下,追近跑第3 那隻真的好像飛彈那樣衝上來 那場是沙田,填了1,800米 那這隻馬唯獨是要考慮的,它騎,谷草 你暫時還未見到它有什麼好,騎得很好的表現 就是上季,前季有的,1650 都叫做1WIN,1Q,然後第4的,都有的 但是這些馬,我覺得跑沙田會比跑跑馬地 因為跑馬地,通常這些場地都不太利追馬的 那這隻馬算稍微的,但是你看到它 過往表現,等在前走,它最後都是散了回來的 太早用了那段力,那它都是適合留著一段跟你跑的馬來的 而且這個應該都是它最佳,晚上的方法 那我唯獨是擔心這場步速不快,它難追一點 那我覺得這些最多都是追近第4 那而且它這次白檔,要看看霍雲昇 是不是拿著2碟生位去跑 那如果它選擇去了埋難,那這些馬我覺得真的很難跑 那所以這些我覺得你四重彩最多兼顧著跑的第4 那如果你說1,2,3,我就連贏位,我就沒有兼顧到它了 白馬成功升區,高帕生晚,佛云班德麗,其實4檔127磅 那上次呢,佛云昇這隻馬的表現,我就覺得 一般般的,不過不失 但是都叫山山來遲,要追近到的2,200 那這隻馬都算很中心的了,1,800又追近,2,200又追近 這隻馬呢,它是1,800已經入過兩次Q的了 那這次換班德麗,我覺得應該都會有些好一點的表現 雖然這場步速不快,但是我覺得 始終這些馬呢,一定有些分數在手 1,27,1至8號馬呢,其實這麼近的分數 我覺得它一定有些好處在那裡 那雖然就什麼1,27,你暫時看下去都沒有什麼表現 但是其實它入Q的兩場,一場什麼126,一場什麼128 那我覺得這些就不算,就是磅位又反而對它不算太大的影響 那我覺得這隻馬呢,還有些分數在手 那不如都照減它入4選裡面 9號馬,山山福運,隨於石馬,防蔡明雪,其實10檔1,22磅 那這隻山山福運呢,那上場跑過第8回來就失望一點了 那它再對上一場2,200呢,反而又OK 就叫做捱到第3回來,那叫做 手在中間,中前一點點的位置 然後追求,撞到第3,都是半推半捱這樣 這隻馬,來到又縮回跑1,800 那我覺得它這些馬呢,1,800遇到的對手太多了 那真的要好看制慮去跑 那所以這些馬我暫時都沒有選到它 但是四重彩呢,這些有10多20倍開外呢 是抵拖的,邊線冷馬來的 10號馬波哥哥,苗黎德馬,其實6檔119磅 那波哥哥都很難摸得透 都不知道它暫時跑什麼圖程叫做算好 看血統下去,這些馬呢 應該要跑長一點會好一點的 但是看下去,它跑1,800又未必到 因為上場的表現還很差 跟前走,它最後真的整隻馬都散了回來 上次是1,122了 那這次波哥哥就1,19 那是否要再減少少分呢 我覺得它的分一定有好處在這裡 長途都會跑的 但是上次的表現令我難一點選到它 但我覺得這次真情千八呢 應該都有一些東西可以讓你看到 這些馬跑千八二上,我覺得是隨時會撲近的馬來的 那我覺得四重彩都可以給它一個機會 預計這些起碼都三四十倍開外的了 11馬金剛複星,菜漢馬防波 一整期五檔115磅 波賽組合威力強 那這些馬呢,真是很難發揮 我經常都說,如果這些馬你都贏到 那你真是一個很超級很超級的騎士 那因為其實都是這樣說 我不會說騎士超級,其實是練馬斯超級 因為阿菜其實都跟你說,你入直路守什麼位 衝上去就是了 那些練馬斯已經是部署得很好一絕地讓你跑 那你看這隻馬落到五班 是叫做阿博雷拉奇那一次沙田千六入Q 那其他的表現都還是很不堪入目的 你也都看到阿菜很少這些這麼低分的馬 那我覺得這些分一定有在的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難跑一點 因為它的後追,步速不快 這隻馬不算特別超級 就是除了買,都是因為買個菠菜組合而已 都真的買不下手的,說真的這些馬 是的,一一五有些分力在 那我建議這隻四重彩都要拖著 但是連贏位我也真的兼顧不到 因為它的表現真的差到我很難選到這隻金剛福星 十二馬正義區 猶本輝馬房任命令其一檔 有些分離,揹到最輕綁123,但我覺得難聽說的這些都減無可減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打到護吸戰,但我覺得這隻馬仍未像 還有更多好的選擇,我就沒有選到這隻馬了 這場馬減馬,四重彩範圍,一號馬最醒神 二號馬馬主聲輝,其實他的翻譜都有些力頭 我覺得這隻馬會跑千八都要兼顧 三號馬和王寶區,四號馬獨身訂造 六號馬勁力,七號馬幸運飛彈,八號馬成功升區 九號馬山山福運,十號馬波哥哥哥,十號馬金剛復星 四重彩提供是這樣的 至於牌序方面,我就會選一隻最醒神行先 因為落斑,而且你看到他神操很帥 有了火,翻譜又有力,我覺得這些馬要兼顧著 這次又抽到二檔好檔,選一號行先 之後想要三號馬和王寶區,他等前走十分之好跑 這場沒有快馬的情況下,預料他也有機會堵得到 對,那就要一三,之後要回六號馬勁力 因為始終這隻馬,想來跑千八,我覺得適合他跑一點 而且他連回撲近的情況下,我覺得這些馬仍有些分在手 而且這組對手不算太強的情況下,沒有一隻真的有贏過 有證明在,我覺得這些馬仍要要住 之後要回八號馬成功升區,這次的檔位也是抽到好座 轉去高法森馬房,霍利士散倉不玩 我覺得這些馬都是霍利士未用盡的馬來的 我覺得隨時都有機會反彈的 選了一號三號六號八號,之後四號馬 可以有表現衝得近一點 這場馬提供是13684,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的話 可以按一下訂閱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甚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